词迦牟尼佛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化 百千万劫难遭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普通心 下面我们讲《度母战》 这个《度母战》我们学了以后 可能大家都感觉上的确 这个《度母》非常有加持 这不是一种传说或者谣言 确确实实如果我们去祈祷它 经常忆念在这个时候会出现感应 这是决定的所以我也相信以后 很多佛教徒自己亲的时候也会亲一些 度母的不管任何造像会自己在佛堂当中也好 或者说像世间人包括一些办公室 在这些里面请度母的探卡 或者做精的一些像 甚至有些像印度有好多碳香木 木质的 雕刻的 非常庄严的像 其实这个度母法门以前在藏地和印度非常兴盛 应该是从它的文化艺术当中也可以看出来 到了藏地的时候 每家每户都是基本上供着度母香的特别多的 然后包括在我们市场上也经常看到 亲度母发相相当多 念诵度母行咒的人也是相当多的 到了印度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而且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故事 包括有些道友都是去过印度金刚座 印度金刚座也有很多度母香的故事 比如说以前据说有一个小乘的比丘 他平时对度母法门比较排斥 甚至也有诽谤 有时候有一次 菩提迦耶的附近掉在河里面 然后特别危险的 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突然想起来了 据说度母能救一些水灾的过患 他就马上念度母念度母的时候 那度母先生说你平时对我不恭敬 今天你为什么对我那么有信心啊 但不管怎么样后来附近有个母调的度母 其实这个母调的度母祈祷的也是他 先生的也是这个母调的度母香 后来人们把他称作为入水度母 因为他亲自入到水里面去度母 这也是印度金刚座的附近有这个度母香 还有印度金刚座附近据说有一个老妇女 她对度母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以后她想跟达他的附近造一个度母的香 然后他自己花了很多的钱 包括一些处供 处理 造了 造的时候 造完了以后 他一看这个度母殿堂 跟原来的菩提迦耶大陶背道而驰 他就背对着 然后他心里特别地后悔 但是你完全把这个工层全部要盖的话 没有这个能力 他那个时候特别地苦恼 特别后悔 应该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这样建好 因为很多建筑刚开始没有建好 到最后一看就觉得有些建筑不好看 有些建筑质量不好 风一吹的时候就开始 有些建筑也是受到一些其他部门的批评等等 然后他当时也是很后悔 你们也许祈祷度母的话 明天就没有了 然后他也很后悔 看怎么办 正在为难的时候 度母先生说话 如果你觉得特别不太合理 你不要后悔 我可以转向 整个殿堂他就转面向 所以人们后来叫做转面度母 他这个面已经转到菩提大陶这边 诸如此类 像印度也是特别特别多的 像我们藏地也是有很多寺院 包括有一个寺院里面造的度母下人 然后外面的客人过路的时候 他不小心就开始水化下去了 这个时候他祈祷度母的时候 那度母就说 他就马上 我们一般也有这种说法 我们比如说遇到一些什么的 他就喊妈妈这样的名字 那个时候度母显现说是 妈在这里 让他一看 原来是度母的相应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经常把度母的确也是在自己的心目当中 觉得像母亲一样 好像在心里面对他的信心 因为在整个世界当中 依靠他什么灾难都可以救我 所以第一个念头应该动我来救我吧 从小的时候有这种信心 有这样的一种观念 所以我都是到 比如说我现在佛堂里面 从印度 泰国 很多地方去的时候 首先看到释迦牟尼佛 度母这些 大大小小地请很多带回来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 玩耍的过程当中 其他没有真正的佛像 度母像这些都是没有的 把小小的骨骼 小小的一些石头 这个是我 这个是绿度母 这是白度母 把它放在一些石头上 给它面前用西纱这些作为供养 玩耍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都在想 自己在一生当中 很多修行的违缘应该是依靠西级般的遣除 也有祈祷度母的力量和加持是离不开的 希望我们在座的道友以后肯定有个别的人 肯定不管是实力也好 财力也好 各方面应该有能力的 那么有的话自己也可以造一些度母的像 比如说你是变成一个寺院的主持人 那首先你在寺院里面要造一个度母的像 我相信对当地的人们肯定会有很多的灾难 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狂蜂 水灾 火灾 还有种种的灾难依靠度母像可以熄灭的 同时个人来讲 我们个人在末法时代当中 真正能战胜违缘的人也是很少的 很多人都是刚开始一直到最后 三十三种修行圆满 可是有时候烦恼一出现 有时候外面的邪魔外道又出现 一出现的时候自己的心完全被他已经控制住了 在这个时候你要想战胜这种外怨 或者说你要真正能控制他们的话 有一定的困难 如果我们依靠一些想不到的 祈祷度母等这种方法 完全是可以胜过他们的有一种超越的能力 而且这种超越的能力 我们现在一般的世间人用语言来说 或者用分别念来想的话 很难得出非常圆满的结论 所以在修学度母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大家也会以后看到度母像的时候 应该有一种不公的 殊胜的信心吧 应该能生起来在我的记忆当中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 我隔壁有一个 当时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吧 我隔壁大概也是跟我特别好的一个老出家人 就是他们家 每一年在过年的时候有一个坦卡 这个坦卡是度母像的 还有其他的基尊坦卡 但是他每次过年 也就是在三十号的早上到晚上 他们如果没有什么出现其他意外的话 一天都是可以把坦卡摆在家里面 我们附近的可能大概有六七家吧 六七家 我们当时是放牦牛 一七的大概有六七家 我记得是七家 有七个家 在他们家把度母像在三十号的时候 摆在自己的帐篷里面 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条件 我们很多 包括小孩 包括很多大人来去朝拜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大概六十年末 七十年代吧 在那个时候 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看到这个度母像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欢喜 每次我们盼望什么时候明年的三十号 过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见度母身像 因为那个时候是特殊的一种政策 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注意 不是随便 大家都能看 我那天都是在想 现在包括这附近买的特别便宜的那种度母像 不是很贵的 那些度母堂卡 现在有很多上面的那些花纹 金色 金线 远远超过原来他们的那种堂卡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整个社会看不到佛像 看不到光明 在那种年代文化大革命应该正在 好像还没有开始了吗 大概是 六八年 七零年 七五年开始是吧 文化大革命 啊 六七零年 我的童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年代 原来有一个世间的我的童年的歌 所以在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年代当中 见到这个度母堂卡或者度母圣像的时候 让人们非常的欢喜 有些很多老人 有信心的人看到度母就想 一直哭着 热乐盈眶 有这种现象 所以我想现在的确也是在座的道友很幸运的 可以这么说 你们也许可能想不起什么 当时那个年代的整个佛法的一些垂危 跟现在比较起来的话 现在你只要有任何的佛像也好 在别人面前很公开地怎么样摆 怎么样 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像偷偷摸摸地 我们家里有一本书 是莲花生大师师弟会供的书 每一次我们办仪价的时候 必须要把它藏到山洞里面去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看到一个山洞的时候 第一个印象 这里也可以藏佛经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求让我去找山洞 我们刚刚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父母要求你去到山上去 看有没有藏佛经的这个小山洞 然后到处都去 到处都去 是这样的一个 现在我们拿多少个经书啊 这样也没有什么危害 包括你想出家也好 你想在家也好 你想学佛也好 什么都应该很有自由 其实人们有自由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 往往不珍惜 反而在那种年代当中很多人的信心可以磨练出来 我们也是可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一个时代出现 有相当一部分坚强的修行人更要注意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努力 但是越来越放松 比如说有上师 有道友 有佛法 什么佛经 所有的这些因缘 条件具足的时候 人们反而没有珍惜 没有一种难得之堪 说实话 没有难得之堪 所以仅仅是一个度母像 也可以回忆起对我个人来讲有很多有意义的经历 我想我们在座的人以后应该在自己的弘扬佛法 或者修学的过程当中希望把它看作是最主要的本尊 或者说空性来抑制 本身《二十一度母战》是 释迦牟尼佛显为毕罗哲拉佛的形象来为文殊菩萨所宣讲的 应该后面的小字里面是有的 所以经常也是能念诵 经常祈祷 可能我们这个翻译的小字里面不一定有 但是《度母训》里面应该有 所以实际上《度母》是三十诸佛的父母 因此我们祈祷的话应该能赐予一切的喜悦 当然极个别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小乘的 或者有邪见的人 或者不信佛教的人 在他们的眼里是可能另一种形象 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世间当中比如说黄金也是在 对有些没有福报的人的眼里 他也是不会懂得他的价值 所以这是在世间当中诸如此类的比喻相当多的 所以我在这里也不光说 那么我们今天在课程当中的内容 可能我刚才不知道就讲什么了 下面说今天应该以前面有 宝圣和法圣的方式来赞叹 第一个宝圣赞叹已经讲完了 现在是第二个以法圣事而赞叹 那么这个有一个颂词 顶礼安乐如山沐 寂灭涅槃心惊心 真实主义嗡俗化 摧毁一切大罪业 这个叫做渡沐也叫做河山沐 安乐如山沐 是这个吧 上面还有个吗 好 好 这个没讲完 叫什么 第五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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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 好 这个就是说 顶礼的平媚顺度母平媚顺度母的话 平媚一般我们平时说脸上有主纹 也就是说显得愤怒相 当然这种愤怒跟密宗当中的相 一些愤怒金刚 普霸金刚这些是有差别的 这一定是我们从度母的坦卡当中也可以看出来 但意思是跟其他的寂静和微笑的面色有着差别 因为在有些特别刚强烂化的众生面前 其实这个应该是第七个吧 应该从科判上分的话我记得是 自他保护 以自他保护的角度来赞叹的 那么这个平米圣度母他的手掌压着善地 整个右手一般我们这个右手也胜负受盈 他就压着一切所有的违缘和所有的魔众都要控制着 然后教的财者践踏大地也就是说 实际上他整个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七种世界 七种世界的所有的违缘魔藏全部可以吹破 而且面容出现愤怒口里面发出红的声音 这种红的声音能吹破世间当中一切的违缘障碍 这个愤怒魔也有蓝色的 也有黑色的 那么它的标志在曼塔罗花上面有金刚火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金刚火摧毁外来的一切魔障 包括我们在自身的一些护论 护论观想的时候其实度母最好的一种护身佛 我都经常想比如说有些人特别现在喜欢买一些护身佛 其实护身佛应该是去年一段时间我做了一个度母的卡片 其实这个度母卡片经常呆着 这样的话应该是非常殊胜的 包括在车里面也好或者在房子里面有这样的度母像 一切这些外面的障碍通过它的火轮 或者说通过金刚火可以摧毁 而且自身在任何一种艰难当中 我们经常说度母遣除霸难 比如说火灾 水灾 毒蛇 毒药等等 这些灾难全部都可以遣除的 尤其是有些人经常出现不知不觉的磨肠 表面上看来也没有出现外在很大的一种违缘 但是内心当中的烦恼魔 内心当中的一些障碍魔特别严重 这些障碍也是连度母来可以完成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些人修行非常圆满 修行非常圆满其实他内在应该有保护的一些工具 或者保护的一些本尊 这个是依靠度母来可以完成 以前尼泊尔那边有一个叫做诸陀上师 诸陀上师有一个资料我以前看过 里面说到在文革期间的时候 其实这个人父亲是尼泊尔 母亲是藏族人 后来在文革结婚期间的时候 他就被关押三年在监狱当中 在三年监狱当中要求他舍弃佛法的信仰 然而他根本都是不舍弃 后来这些越族们故意吊难他 让你既然不舍弃三宝 不舍弃三宝的话 我们不给你吃的你让三宝面前要 因为你有护主 你有你的依靠 你就干脆到那里去要 后来好几天当中都是没有给他饭吃 这个时候他就默默地祈祷度母 非常稀有的在很多天他根本没有进食 但是他生死各方面越来越有光子 而且也一点都是不饿 后来越族们也特别害怕 觉得他修行上有一定的功夫 后来好像通过尼泊尔和他父亲的关系 让他已经释放了 释放以后回到印度去了 当时在很多媒体 很多上师 问他一些监狱里面的状况的时候 他讲了很多度母对他加持的一些感应 所以不管是任何一个人 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 遇到任何一种为难的时候 我们祈祷度母还是非常非常惯用的 也许我们极个别的人现在可能想起来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吧 不一定那么严重吧 但我们人往往都是遇到最可怕的时候 你会想出任何的一种办法 很多人平时不会可能想到什么 但是你特别难的时候会祈祷 也会有这种 比如说你平时身体好的时候 你把医生和医缘不屑意过 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你肯定会寻找医生了 那个时候你如果看到医生对你慈悲的时候 根本不像以前的人那样 我也经常看到有些身体特别好的时候 平时对医缘医生一般都是不关心 好像无所谓的 但你身体不好以后过一段时间 他对特别感恩那些医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人还没有遇到困难和违缘的时候 可能不觉得多么有多么的殊胜 对我无关 很多人可能会这样想 但人遇到最为难的时候会想起 世界上最灵的那种神也好 佛也好来帮助他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在念诵的过程当中要平媚度母 以前我们按照藏地历史的说法 像尼泊尔的痴呈公主是平媚度母的化身 有些历史当中也有这样的 其实佛陀的慈悲心 它可以转化成各种各样的男性 女性 还有愤怒相 寂静相 各种各样的形象都可以转化 因此我们对诸佛菩萨祈祷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一种清净心 不要把它看作一种非常实有的东西 比如说你认为它是一种愤怒金刚 它可能永远都是这样的愤怒金刚 不是这样的 我们世间的一个 包括具有三巧方便的一个善知识 它有时候可能也显得特别特别的慈悲 但有时候也没有想到它特别的恐怖 这也是一种三巧方便的体现 世间一般的一些善知识和老师 他也在不同的人面前实现不同的形象 那诸佛菩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 更不用说纤细的千变万化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们总的来讲心里面有一种信心 这种信心是什么呢 诸佛菩萨什么都可以变 诸佛菩萨什么都可以能做 我一定要随时的祈祷 自己有了这样的一种习惯的话 诸佛菩萨的加持随时都可以融入你的心中 刚才这个颂词没有看到可能是这样解释的吧 还有什么 刚才的颂词又调了 啊 这个时代啊 这是什么时代啊 现在我刚才可能前面讲了一下 以法僧赞叹吧对 刚才宝僧的七种赞叹 已经讲完了 法僧赞叹刚才颂词已经读完了 然后下面顶礼安乐 安乐是指的从果位上面无漏 没有任何的痛苦是安乐母 也可以读母叫安乐母 还有如是如何母没有业和烦恼的粗暴 极极如何的 这个山在因地的时候没有造恶业 全是这个山 山母 乳母 还有安乐母 这个度母有不同的名称 这样的度母其实因为一切万法通达无害 最后击灭涅槃的行进行 其实这个度母就像《现观众暗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不住耳边的真正的法身 我们从密宗当中讲普贤父母 也是度母的法身现象 度母的法身现象就是普贤父母 宝身现象可以说度母 即使它是极灭涅槃的这样一种形象 通过他的修行 真实的咒语 前面加上嗡 后面加上嗦嗦 嗡嗦嗦嗦嗦嗦嗦嗦 有些上师经常跟心中教度母 心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真实的咒语前面有红子 后面有说话 中共达瑞德达瑞德的说话 这个咒语和前面的度母的观想 通过他发光的观想 能摧毁一切无始以来所造的大的罪业 比如说造了五无间罪 杀人 我们平时四根本戒等等各种各样的大罪 所以都依靠度母的咒语和度母的观想来可以遣除 像度母的一些修法当中应该是 这个度母绳色是白色的 标志在乌婆罗华的华瑞中心应该有妙品 这个妙品当中降下甘露 让我们众生无始以来所造的一切罪证 全部都得以遣除 阿底峡尊者以前在一些度母的修法当中也讲了 度母修法里面 吸证坏诸四大事业都有 尤其是我们熄灭罪业 熄灭病痛 熄灭痛苦 这些都是依靠度母法门可以完成 以前智悲光尊者在他的辅藏病里面 也有一些度母修法 其中讲了比如说 修度母法 增长智慧 增长福德 遣除魔障 第十个也是讲的等等 最后讲的第十个修度母法门主要是遣除一些罪障 所以我们先修金刚萨埵也是一个很好的忏悔方法 同样我们念二十亿度母战 还有念度母的星咒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忏悔方法 以前也有这样的依靠修度母也是可以净除罪障 还有净除一些病痛 像以前印度有一个婆罗门的导师 这个婆罗门的导师有眷属五百个婆罗门 五百个婆罗门后来因为他的导师得了麻风病 然后慢慢传染他的所有眷属 他的所有眷属以后大家过的生活 这个修行特别地艰难 因为平时人们都是会供养他们 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这样得病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提供生活 这个时候他们各自去乞讨 有一次在路上看见石头钓的一个度母的像 就是度母的像而且树林拿着苗瓶 然后他们很多人对度母产生信心 祈求一方面消除他们的疾病 同时遣除他们贫困的痛苦等等 这样一一地祈祷 一一地祈祷之后他的苗瓶当中 自然而然降下甘露 这样所有的这些五百个人全部都已经恢复如初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所以我想有些特别可怜的一些病人 始终都是在窝窗不起的特别可怜 我们很多人都可能不知道 自己没有生病的时候不知道 当你生病的时候这种病苦 有些病苦不如死了 谁死不了 那样 那么那样的时候 包括自己生病的时候 看见病人的时候 我们通过观想度母 其实度母有很多这样的观想方法 我们通过修度母 遣除别人的疾病 或者说自己通过修度母法 自生的这些所有的疾病 依靠度母法门包括观想 降下甘露 自己的罪障和自己的痛苦 病毛 全部都是得以清净 这样的话这也是非常殊胜的法门 所以我们应该有很多的 包括自己觉得业障现前的罪业 都是可以轻轻 以前我看见一个资料当中说 一个汉族人他特别苦恼 没有孩子 说结婚八年了 没有孩子到处去去游 一直是没办法得资 后来据说度母横领 修了一个月念度母心咒祈祷 但后来如愿异常 所以他发愿终生当中一直要修度母法门 为什么呢 因为度母遣除他以前很多的罪业 同时他得到一些顺缘 所以现在世间人 其实世间人我觉得最适合修度母 度母不但是给你得了一些究竟的涅槃的安乐 同时更主要的呢 为什么印度人和藏地人也是特别喜欢修呢 因为他们也毕竟是一些世间人 世间人比如说你要像圣观发财 或者你长相漂亮 或者包括你的身影形容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等等 世间人特别特别喜欢的这些 度母没有一个不能的 尤其是你的工作顺利 事业成功等等 这些都是依靠度母的加持力的确也是可以 除了极个别的一些以前造的特别业 现实现保或者顺厚事受业的 特别严重的这些业不可逆转以外 其他的都可以依靠度母的加持 和非常迅速的力量来可以 所以我想世间人很多都是特别喜欢保佑 刚才我中午的时候路上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好像她后面一直跟着我 我就往后看 往前面看 一直一直 但后来她说祈求我保佑保佑那一根哈达 我说什么保佑啊 就是我平平安安顺利 当时我心里面产生一种 其实世间人大多数都是的确是这样的 很多人都是不求更多的 我来世变成什么样 我就是获得了圆满佛多的正觉的果 我度无量众生 这些都基本上没有 很多人的要求也不太高 这是平平安安 所以平平安安四个字对度母来讲 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事 希望大家还是比较努力吧 下面是第七个课法 应该是以事业而战叹 这个是分六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是赐予智慧之事业而战叹 顶礼明觉红度母 总会围绕寂欢喜 怨敌之身喜积水 十字庄严明明珠红 这个也叫做放光度母或者说明觉红度母 那么其实这个度母应该绅士是红色的 然后手里在莲花上面有十字加金刚处 那么它实际上有很多的纵会围绕着度母 就是什么慈命众 还有菩萨众 比如说成就真实语的 成就等词的 成就辩词的 成就智慧的 这些许许多多的圣者众会圍绕着度母 而且度母非常欢喜的心引发 身体当中发出各种各样的光芒 这种光芒能摧毁远地的所谓的这里远地 在有些诸事当中说无名愚痴的远地 刚才度母的身体当中发出红字和欢喜的光 然后这种光能摧毁无名愚痴的远地 以及自我执着的对云执着的一切身体 全部都会摧毁 并且我们 我们大日德大日德热俗话 狮子庄严红字 红字也是发出无量的光芒 这种光芒能摧毁世间当中 所有心里的一些愚痴 黑暗这些 全部都是依靠世间的各种远地 真正的远地也可以依靠这种咒语来牵扯 我们平时连度母行咒也可以摧毁 以前也有这样的说法 印度南方有五百个商族到大海里面去报 其实汉文上我觉得也应该有很多的公案 藏文上也有 但是我最近都是没有拿到藏文的一些公案 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经常听到度母救众生的一些公案 实际都是在 很多人都经经常讲 这个公案是印度南方的五百个商族 到海里面去报 去报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三数船一起开到海里面 当时他们离开自己家人的时候意义不舍 因为以前去大海里面去报 基本上都是很难返回来的 然后这些商族们过去的时候 也是遇到很多违缘 后来到了宝珠 到了宝珠以后 每个商人各自以自己的一些想法 都拿了很多的如意宝 宝珠 开始放在船上回来 但那个时候当时的海生和一些土地生不欢喜 因为其实比如说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挖得很厉害或者说整个山船全部破坏掉的话 其实土地生和当地的这些山生 地生 水生 木生 树生 都不高兴的 然后当时那些生就开始制造违缘 出现狂风和海浪 那个时候三支船都是马上要放在海里面了 里面所有的商人有些念着自己家人的名字 有些喊着地势天 还有大自在天 太阳 月亮等等 有些喊着珠宝的名称 有些人互相拿着亲朋好友 正在这样错手不及 非常为难的时候 有一个居士 有一个佛教徒 他就想起了其实遇到最大的困难的时候 会度母能救护我们 然后他开始念度母的信咒 当他度母的信咒念完了以后 习气般的所有的狂风停了 然后他们非常顺利地到了岸边 到了岸边这就是我们世间当中 遇到的任何的一些 包括一些山生 地生等怨地的危害 只要你心里面一念的时候 你会能显现各种成就相也好 或者说 遣除违缘的相 所以我们按照有些诸实的观点 这句话是用遣除黑暗 愚痴 然后得到智慧 赐予智慧 现在有些人比如说考试或者任何一种开智慧 特别喜欢修文殊法门 其实度母也有这样特别殊胜的开智慧法门 里面增长智慧的比如说摇腕 或者一些特殊的咒语和修法 如果这些你不懂的话 只念度母的信咒或者二十一盏度母 很多人以前我也看过比如说有些孩子准备去考试 考试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忽溜忽涂的 害怕考不及然后路上念了一千遍度母信咒 后来就马上考上了这样的公案就特别多 所以我们这里有些道友考试的时候也是 如果自己没有把握好好地念度母 也不用呼吸到时候也许你生邪见都不知道 怎么念度母呢一直想不出来应该不会的 依靠度母的这种 其实诸佛菩萨都有一种开智慧 开增上慈悲心 有很多的能力只不过是我们人们 没办法开启这种秘密的宝藏 主要自己缺少要杀而已 下面讲第二个 第二个课判里面讲 顶礼正汉三戒母 诸他弘相为种子 须弥不学满达那三戒皆动摇 这个叫做正汉三戒母也叫做无量正亚母 那么这个度母其实是他的整个心室 叫踏着大地 红子的形象变为种子 发出无量的光 咒语的光 咒语的光可以震撼或者震动 须弥山 还有不修山 曼达勒山 这些是一般在天界当中或者龙共当中 或者在人间当中也有相同和不同的山的名称 那么这些山在一般来讲 世界上是非常难以动摇的 度母的能力和它依靠种子咒和一种力量 那么整个三戒当中射戒 无射戒和欲戒 在整个三戒的所有的山和大地也好 所有的世界可以震撼 可以震动 所以我们都想到这个度母没有一个不能战胜的 可以说在世间当中最有恐怖的一些力量 包括一些魔障或者人们觉得这是特别难以控制的 这些都可以的 这个度母的身相应该是红黄色的 然后标志其他都是相同的 无婆罗花上面周外是有一种佛塔吧 好像是不是有没有 这里好像其他的一些上面是有的 这里看不到 有没有 有哦 要就要吧 每一个度母有不同的一些形象 二十一度母都有不同 这次我们基本上能想得起来地跟大家说了 想不起来的有些可能不懂的并没有说 但是从总的来讲的确从历史上也好 现在的一些公案 实际当中 度母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 以前你没有信的话 但后来也有非常信的 以前印度也有一个叫做桑达门扎 特别了不起的小乘的班智达 俱舍论非常精通的这样一个 后来有一次他在做梦的过程当中 就梦见了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身边有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女的 这个女的告诉她你要学习佛法的话 不仅是学小乘 还要学大乘佛法 她醒了以后她按照 其实穿着蓝色衣服的女子就是度母的 度母的身相都是不相同的 按照她的手机或者梦的提示 她就前往坑斯尔米尔 然后在那里求学大乘佛法 在路途当中她遇到了一群特别恐怖的强盗 然后这个强盗不仅把她所有的资具全部都抢关了 甚至她捞到他们的那种道场里面去 准备在圣像面前做祭杯 做即食供养 就是做即食供养她正在准备杀害她的时候 她就想起了她的度母 然后她就试经地去祈祷 试经祈祷的时候当时度母的化现现象 很快的时间当中原来他们的造像自然而然破坠了 自然而然全部焚碎了 然后这些外道徒对他也是生起很大的信心 刚开始特别害怕不但放了他 而且有很多的财物来对他进行供养 所以我们极个别的有些人 以前可能学习小乘佛法 学习包括汉传佛教当中对度母为主的 有些佛法 大乘的一些佛法 的确也可能有些是不理解的 但实际上这是自己的一种邪念 说实在的我们真正的很完整的佛教 不仅是显宗要学习 更重要的密宗里面的有些道理没有学习 其实这是一种缺少可以说是需要补充的 要完整的否则你只缺一个显宗 如果你没有懂得密宗 我们密宗里面有很多更深的对佛法的修法 我们很多人认为净土法门纯粹是一种显宗 其实也不是的 这净宗法门里面有很多的道理 如果密宗来了解那就更加圆满 包括极乐世界的存在 阿弥陀佛真正的圣相 他度化众生的很多道理 如果用密宗的方法来解释的时候更圆满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所以这是一个说祈祷度母的时候 能遣除很多的痛苦 包括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些违缘 这种违缘有些人讲 这个魔很恐怖的 这个邪道特别猖狂 这种邪神很猖狂 我们很难战胜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时候 越遇到这样恐怖的鬼神 恐怖的一些违缘 包括我们在世间当中 比如说你建一个寺院或者你自己修行过程当中 你觉得这次这个违缘实在是没办法抵挡的时候 你一定要祈祷度母 原来印度南方也有这样的故事 有一个寺院里面也是小乘的寺院里面 这个小乘的寺院其实他们应该说是佛法很兴盛的 但是他们里面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他们经常在禅修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知道 从看到历史 以前的时候所谓的落差在世间当中特别猖狂 现在真正的落差好像没有 但是外星人的危害确实也时时经常有出现 还有外星人 护仙儿还有很多的 东北那边这样的现象也是有的 其实我想现在有些人特别害怕外星人 有些人特别害怕护仙 南方那边 也有一些其他鬼神的危害 其实在这个时候祈祷度母很重要的 当时另一个寺院里面也是经常有落差 每一次一些僧人在森林里面残修的时候 那些恐怖的落差过来把人调走 有一次遇到一个小沙密 小沙密正在树下盛盛的时候 遇到了绅色黑色的尿牙壁露的 特别可怕的一个落差 哇 过来了 然后把它调到了这个时候小沙密也知道 自己都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他祈祷了 他以前对这个度母并不是很了解 但是只听说遇到最关键的时候 祈祷度母会能遣除违缘 然后这个时候我刚才所讲的 其实我们人都有这种习气 你平时很快乐的时候可能不会想 比如说我没有生病的时候 你说这个药特别特别好的话我就不在乎 然后我病得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 别人说这个药很好 其实我这句话原来都听过 但是我原来不在乎那我现在实在没有办法 我特别要求救的时候 哦 我可能希望他来解决我的问题 当时那个沙密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祈祷度母 结果度母显现愤怒相 然后拿着宝剑开始对他进行威胁 落差一下子特别害怕马上放弃小沙密 然后在度母面前皈依从此之后 再也不会危害任何的出家僧团 历史上他们的寺院自从那个时候以来 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非人的危害 所以我们在历史的文字也好 或者人们的实时历史的言传当中 也有很多很多非常深奥的一些道理 但这些道理应该说并不是恐吓人们的 也并不是让人们有另一种方式来度过 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包括说实话 威武论的有些理论让人们的闹 洗脑教育 我们现在在脑海当中什么都没有 威武吧除了钱以外什么其他都没有 这一点我并不是非常怎么说 其实这种做法对人的整个思想上什么都不相信 其实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 包括一些妙妖包括一些世间当中 不可思议的一些境界都一一地否认 这是一种人类的悲哀可以怎么说 所以我们如果从小都是教育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 应该是心里面善有三宝 恶有恶宝 甚至我们在生活当中 遇到的很多特别奇妙的事情有解释的能力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 除了我们眼前的这种事以外 什么事都一概否认了 那这是人类的一种无名吧 一种愚痴吧 并不是它是一种进步或者迈步的象征 应该我们要凡身 我们所成长的各方面的一些状况 所以我们对佛教里面的一些甚深的道理 千万也不要认为很多都是一种说法而已 里面有很多深奥的 无法用世间一般的语言来描述的道理应该在其中 所以我们平时如果你遇到了一些 比如说地水火风或者世界都是很难以 我们很多人很难以敌对的一些违缘的时候 都要祈祷 以前我们学院有时候确实是出现一些 在佛法方面造到了一些违缘的时候 我们经常也是圣众一起念聚光父母 念度母 念观音信咒 过两天的时候这种违缘也是很稀有般的遣除 包括有些佛教徒生病的时候出现违缘的时候 马上要交钱念经 自己也念 可能没有信仰的人看了这种做法是很愚痴的 怎么会到领土的时候利用 其实如果我们遇到了特别好的一些本尊 马上依靠他的能力可以解救的 时间也有这种习惯 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脚紧抓着你的话 你车已经弄到那里不给你的时候 你就搞关系 马上要找更有能力的人就搞关系把他拿回来 你如果被关在监狱里面 本来是十五天 临时拘留 你有一个亲戚马上给他打电话 可不可以让我放下来 这个有能力的话一打电话马上就让你出来了 这种故事特别多 这些故事我们都不能认为都是传说 所以说 讲到这里好吧 今天是用女众来读 是吧 OK OK 一切天人与飞天 喜结定带起祖连 救脱所有主穷困 独牧父母我顶礼 哦 顶礼师尊神独牧 顶礼分寻旧独牧 目入刹那删点光 三亿护柱莲花绵 花蕊绽放葱中间 顶礼月色白独牧 秋白满月举激烈 成千情心同汇聚 今方未光极灿燃 顶礼自墨金色木 莲花壮严其妙手 故事尽尽苦心尽 安人禅定心尽心 顶礼如来顶既木 风之无边尊身心 获得五欲波罗蜜 一切佛自尽一致 顶礼红一只家木 身边于色虚空间 其祖亚父亲世间 皆能够照尽无欲 顶礼地帆宫封牧 火神封身自在宫 归望其世纪寻相 夜茶正会皆参叹 顶礼神父他放牧 扎爬今回地火轮 幽曲作神祖亚父 盛然雄雄烈火焰 顶礼大夫就独木 摧毁一切雄蒙末 莲花容颜 鲜贫眉 无欲占尽诸愁愿 顶礼三宝燕一目 手指挡雄鹿为烟 壮严无欲 竹方论 自知光芒不亦绕 顶礼万月为得目 顶时光满城斑斓 细笑大笑声周应 宽柔君莫一世间 顶礼皆恶生独木 能照一见无敌身 并眉树斗发红光 消除所有诸贫穷 顶礼月相关面目 一切食品即摧彩 无良光佛即重现 横上光芒最耀眼 顶礼烈焰生独木 如墨结火珠光满 有身作曲细姿态 即会一切诸地君 顶礼并眉生独木 手掌押地足踩踏 面露怒容发红身 即破其冲一切除 顶礼安乐柔山目 其灭涅槃心惊心 真实咒语勇索哈 摧毁一切大罪恶 顶礼明觉红独木 终会围绕极欢喜 愿地只剩戏几岁 狮子双眼明周红 顶礼震撼三节目 祖他红香为种子 须弥不雪满达拉 三世间接接摇动 顶礼灭独生独木 手持天海相交约 送耳打扰他自身 无欲灭处一切度 顶礼天王座敬木 天人非人仙一致 披将欢喜之味的 前处争斗与恶梦 顶礼笑一声独木 日月双梦光鲜明 送耳哈扰得打扰 小处去梦闻一柄 顶礼聚光声独木 安理一切三阵乳 证据寂灭未胜利 最默契事也查诸 一根笨咒立在二十亿独木中 念一下咒语 你们这么念的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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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